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个松文柔先生来跟我好一次对谈 今天我们除了东宁馆的馆员 大概我们正式的馆员今天到了应该说绝大部分到了 可能他有一些手头有工作的然后在线上方式就是我们领区的大学校友会的同学 今天一共有多少人 算是一个半公开的一个方式 来把这次交流 这样我首先先代表我们总领馆 对宋文柔先生应邀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着呢 我简单介绍一下宋文柔先生这个大致的一个检定 这是就我了解的情况 如果说我还没有说到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 你就别叫我先生 你就叫宋文柔好了 好不舒服 好不舒服 我们现在那时候互相叫名的平时 对 我们确实是多年的这个老小型 老小型 很熟悉 但是对我的馆员来说你可是 是贵客呀 是贵客 那你对你的馆员你是血总了 咱们关键那时候总总都是假总是真总啊 这个文柔呢他是这个山东人 荣城 荣城 危害荣城 63年生 到85年是在东北大学工学院毕业 然后到这边来工会留学 86年在外野道大学工夫研究生是吧 对 然后在校期间呢就很厉害 编织了图木工程分析软件 应该说从那开始是发家的第一步 第一统计 第一统计 而且呢 他这个软件呢还非常受欢迎 当时我们国家在建这个三峡大坝 这个三峡这个工程 那时候就用他的 这不是假的 咱们科技日报都有报道 然后91年是拿到了工学博士的学位 92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可能很多人知道 Softobren这个公司 在2000年是在东京证券市场 创业板上试 2005年是在主板上试 这也是我们在日本的 中国人第一个 这个实现了这样一个 创举吧 但是 而且也获得了日本这个青年企业家大的 006年呢 这个还受到了 日本企业信息化协会的特别表彰 到 006年 这个8月份就正是辞去了 公司的 西流永沛 那时候你刚才说才40来寸 对 40来寸 42 在这 日本啊 这个学习发展 这个创业奋斗 资金这样 算了也30多年过了 对 30多年过了 呃是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一个企业家 不光是在企业方面 经营方面有非常独特的 一些 经营理念 这个经营实践 呃 呃 而且在 媒体上 还是 这个 这个大V啊 哈哈哈 非常活跃的 最近几年呢 自己 呃 这个 呃 在日本国内 那属于 意见领袖 和非常有名的 意见领袖 嗯 经常 呃 这个 出席 这个 日本各大主流媒体 特别是电视 电视台的 这种 正论 呃 评论的一些节目 呃 另外还出版了 二十多部的经营著作 呃 2002年出版的 《质疑日本的营销》 成为当年最创销的 呃 金银图书 呃 日本的 的 顶级的这些 呃 跨国企业的这个 呃 这些老板们 也是 都有着非常 密切的交往 呃 作为 来自中国的 这个企业家 呃 能够在日本 抢出这么一条路 呃 而且是 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还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呢 我们 请到文州啊 到这儿来 一起分享 他的这个工作经历 呃 谈谈他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一些感悟 呃 体会 呃 我想呢 也是挺有意义的 呃 你是我们 这个国家 到日本来 留学 应该说最早的一批 里边的一分子 呃 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 呃 也确实 嗯 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可能有一定的距离了 是呃 大家可能没有实际的体会 所以呢 今天过来 文州啊 给大家 呃 分享一下 我觉得对大家在这边啊 工作生活 包括将来的发展 我觉得都是有 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啊 借鉴的一个意义 嗯 呃 那好 我 要不我就先讲到这儿 这个下面 请文州来 嗯 呃 呃 讲一讲 现在自己是怎么怎么一路走过来 嗯 那个 不好意思啊 大家今天好不容易休息日啊 那个 勤劳感谢日 对 那我今天就算来感谢大家 哈哈 那 那个 那个 薛总呢 我们我们平时就薛剑纳文州啊 这种称呼 因为现在在公共场我们叫薛总啊 那个 我们认识的我记得看已经快 一些二二十 嗯 嗯 也是不光是说因为说他是外交官 更主要是因为对人品啊 特别 喜欢 那个 这次突然来到有一天呢 我在外面 挺兴奋的 哎 文州 我现在 来日本呢 我说在哪 我以为在书馆呢 哎 这大半钟的书馆 大半钟 那边来干什么呢 哎 总理不是 哈哈哈 哎呀 那那祝贺年呢 那什么时候咱 咱得去看看 后来这不都快五个月了吗 哎 我就看了这个推特好忙啊 对吧 这我也好 不好意思过来打扰 后来想那等孩子 我两个孩子原来在北京 我们在带着我老婆在北京住过五年 我们都是家人都互相认识 我说等怎么十二月孩子从哪个回来呢 回家 你快来看看 想十二月就年底的又忙 那就就是赶上线的 你这样呢 就我们学总说哎呀那这样那个 他脑子活呀 那你既然来了 你看咱们举行的小东西怎么样 还行好随你 所以今天这个完全是 是我们学总的安排 我呢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好家伙 我进了一个小公司 不到一百人 为什么 我随便找这个 我就是为了要个签证 一年就 进去了 这九一年呢 九二年 九一年 这个正好是日本泡沫经济 你刚刚这个破碎的时候 我进去的时候 这工赛挺好 三个月就不行了 他买工资 老板 哎呀 说上 秋了 点了个大弹 哈哈哈 我说 我说 だから 那 他说 发达里 发达里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发达里 就是 就是那个说 这个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咱们说商票 就是好像对象不了 咱也不懂 就是不懂 这个商业用语说 发达里 我以为是这个 你后鸟过不来了 这个 发达里 我知道 你发达里 就说 你这后鸟过不来了 不是后鸟过不来 你以为 这就是我的商业 那行了 我还剩 九个月的 签证 你要我再去找 也找不着 对吧 那算了 那干脆 我说 这老头 我这 这公司老板 已经有的 也真不咋地 我干脆 我自己试试 我就把那个 我觉得在大学的 这个软件呢 拆掉包的 就到东京去卖了 看这不怎么好卖 后来 发现就是 不用半年就卖出了一个 卖出一个就好卖了 卖多了 我记得不到一年呢 就就就好像卖了 接近一个亿吧 日元 那咱穷留学生 那时候 你看 一个月 原来 咱国家 在国内那时候 一个月 工资大概 也就不到一百 对 我说这 我再爱国也回不了 这次 进这么多钱 我敢 我舍得回去吗 这样 我得卖锅了才能回去 这样 就这么 卖了三年呢 就突然要 要回去了 我说我干脆 关了 大概手术已经有三四个亿 现金了 我说现金拿着回去了 那时候人民币也行 预言也行 人民币上去不得了了 那时候人民币那也相当量不得了 那时候 那北京买房他能买五十套 对 真的 那时候啊 真的 这几百万 那时候 一个四合院在北京 两进的四合院 一百万人民币 对吧 那都买了五十套一去 两进的四合院 没这个感觉 后来在文工就不多谈了 这就是我创业的故事 就是这样呢 就后来呢 就是要回去的时候卖 卖公司 没人买 一个老板就说 一个就是野村证券的中介 找了一个上市的老板 刚上市的 就是再创业板上市老板 他有钱 卖给他得了 不去卖 那你这 你这公司这么好 为什么要卖 我说要回国 我不信 这么赚钱的公司要卖掉回国 我不信 这是卖孩子一样的 你又不是没钱 我说我确实不是想卖掉 我说我不信 中国人撒谎 我这就不高兴啊 我说我不是撒谎啊 你是不是有借钱了 没什么 我说没人敢借钱给我 我这个留学生 没人敢借钱给我 然后我也送论件说 确实他没贷款 那这个那个 熟半天找不着 那么你这软件呢 卖个公司 这个公司用你这软件设计 这大桥 他面前有个大桥啊 这个大桥是他了的话 你不得赔多少啊 我说啊 我这软件呢 就要把菜刀似的 你可以用去贴赛 你可以去砍人 你你你你犯人用的砍人呢 会找着我吧 他不吭声 憋着半天说什么 去个附近哭气无漫言 我说那你不买就算了吧 那你这么买着我干什么呢 我这样回去他说那这样吧 你是在要卖的话 我买下来了 说一亿日月怎么样 我立即卖现金就有四亿 我什么贷款都没有 我还有软件的这个这个什么 注册钱呢 对吧 我干脆 我当然就有个底线 我在干脆就现金的钱 我哪会得了事啊 你给我三亿四亿就行了 我干脆 我说为什么是一亿呢 这就跟美国那个道理一样 我们俩跟着说是美国他不讲理 他有能力啊 咋没能力啊 他讲理就歪理不是理啊 你知道吗 上市股票价格是怎么回事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上市了我知道 股价是卖出来的 有人买有人卖 成交的那个价才是股价 半人价都是无所 他妈的这个歪点 有多厉害吗 他这强盗一样啊 我常说有时候 我说我在推特 跟美国商业的时候 一想想 国家这实力不行的时候 你说啥都没用啊 人家当然就跟我们这么说啊 我说二话没说的 他说的也有道理对吧 他不买我 我妈本就没有股价 我就出去了 就快哭了 也现在老哥就跟我说 咱们有个好办法 你看看他这个样子能上市 你实际上你也能上市的 哦 他等于给你一个好的 也真的这个老哥就跟我说 中介的老哥 你为什么不去上市呢 上了市就可以卖掉了 所以我还是 我跟薛先生第一次说 实际上我为什么马上退了 我本来就是为了退出了 才去上市的 怎么回事 完了我马上就把公司 从雜坊就推 就搬到东京了 马上我这个统谋软件 我也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呢 统谋软件这玩意赚不了大钱 我就把原来那统金呢 就完全就转到这种 就是那种 就是在当时正好2000年前 正好是IT的那个网络 正好是IT办法的 对对 那个时候 转了 就转到这种网络的公司上去了 完了又打造了几年 后来就花了五年 就要上了猪 把上了猪 把人卖掉就走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历史 就是为了淘彩卖 我不是企业家